又说 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 我曾起来扶住米加勒 使他坚强 现在我将真是指示你 波斯还有三王兴起 第四王比富族远胜诸王 他因富族成为强盛 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随意而行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 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 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南方的王必强盛 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 执掌权柄 他的权柄甚大 过些年后 他们必互相联合 南方王的女儿 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 但这女子帮助之力 存立不住 王和他所倚靠之力 也不能存立 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 并生他的 以及当时辅助他的 都必交于死地 但这女子的本家 必另生一子 继续王位 他必率领军队 进入北方王的宝障 攻击他们 而且得胜 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 与金银的宝器 掠到埃及去 数年之内 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 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 却要扔回本地 北方王的二子 必动干戈 招聚许多军兵 这军兵前去 如洪水泛滥 又必再去征战 直到南方王的保障 南方王必发列诺 初来与北方王征战 百列大军 北方王的军兵 必交付他手 他的重军高傲 他的心也必自高 他虽是数万人扑倒 却不得长胜 北方王必回来 百列大军 比先前的更多 满了锁定的年数 他必率领大军 带极多的军装来 那时 必有许多人 起来攻击南方王 并且 你本国的强暴人 必兴起 要应验那意象 他们却要败王 北方王必来助磊 攻取坚固城 南方的军兵 必站立不住 就是选择的精兵 也无力站住 来攻击他的 必任意而行 无人在北方王面前 站立得住 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 用手施行毁灭 他必定义 用全国之力而来 立公正的约 照约而行 将自己的女儿 给南方王为妻 想要败坏他 这计 却不得成就 与自己毫无益处 其后 他必转回 夺取了许多海岛 但有一大帅 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 并且使这羞辱 归他本身 他就必转向 本地的宝障 却要半跌扑倒 归于无有 那时 必有一人兴起 揭续他为王 使横征暴脸的人 通行国中的荣美帝 这王不多日 就必灭亡 却不因愤怒 也不因征战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 兴起揭续为王 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 他却趁人坦然无悖的时候 用谄媚的化阁国 必有无数的军兵 势如洪水 在他面前冲没败坏 同盟的军也必如此 与那军结盟之后 他必行诡诈 因为他必上来 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 趁人坦然无悖的时候 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 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 所未曾行的 将卤物 掠物和财宝 散给众人 又要设计攻打宝藏 然而 这都是暂时的 他必奋勇向前 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 南方王也必以 极大极强的军兵 与他征战 却站立不住 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吃王善的 必败坏他 他的军队必被冲没 而且被杀的甚多 至于这二王 他们心怀恶计 同袭说谎 计谋却不成就 因为到了定期 事就了结 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 回王本国 他的心反对圣约 任意而行 回到本地 到了定期 他必返回来到南方 后一次 却不如前一次 因为极提战船 必来攻击他 他就丧胆而回 又要恼恨圣约 任意而行 他必回来 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他必兴兵 这兵必亵渎圣地 就是保障 除掉长线的繁迹 设立那行毁坏可增的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敲银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民间的智慧人 必训位多人 然而 他们多日 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烧 或被鹿略抢夺 他们扑倒的时候 烧得福祝 却有许多人 用谄媚的话 亲近他们 智慧人中 有些扑倒的 为要熬练其余的人 使他们清静洁白 直到末了 因为到了定期 事就了结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 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因为锁定的事 必然成就 他必不顾 他列祖的神 也不顾妇女 所羡慕的神 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他倒要敬拜宝障的神 用金 银 宝石 和可爱之物 敬奉他列祖 所不认识的神 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最坚固的宝障 凡承认他的 他必将荣耀 加给他们 使他们管辖许多人 也为贿赂分地与他们 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北方王必用战车 马兵和许多战船 势如暴风 来攻击他 也必进入列国 如洪水泛滥 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 有许多国就被轻覆 但以东人 摩押人 和一大半亚门人 必脱离他的手 他必身受攻击列国 埃及地 也不得脱离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和各样的宝物 利比亚人和古诗人 都必跟从他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净进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户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